入鄉隨俗大整鼓,老外會不會上檔? 文化衝擊相信大家都試過,尤其餐桌麗兒真的考起不少人 近日有個Youtuber去到洛杉基唐人街的一間火鍋店 擁有中國特色的飲食習慣,考一下老外會不會入鄉隨俗 考驗一,抱拳喊飲,看看老外有什麼反應 伯伯是完全沒有反應,去到第二次才勉強接受 至於黑衣姐姐開始就嚇倒,後來也有主動抱拳 胡蘇哥哥就嚇到口疊疊,完全不會給反應 考驗二,摸麵豬點餐 看來伯伯有點尷尬,到底他會不會跟著做呢? 是沒有的,他用霸氣擊退了試應哥哥 而黑衣姐姐看到這樣的情況,都覺得有點不對勁 不過都怕怕醜醜地照做 至於胡蘇哥哥,想做又不夠膽 終極考驗,戴口罩打邊爐 伯伯流露出遲疑的神色,到底他會不會屈服呢? 是會呀!又要用筷子,還要戴穿孔口罩,真是辛苦了 當全店人都一起戴的時候 黑衣姐姐雖然懷疑,不過都就犯了 胡蘇哥哥又會怎樣決定? 對眼瞪來瞪去不知怎算好呢? 想了一會,一於照死 於是Youtuber就出絕招了,叫全世界停下看著他 嚇到他馬上戴口罩才敢吃呀 所以說呢,群眾壓力真是不容忽視的 好,好,好,好